他是个网红 为了涨粉赚流量 在网上直播密室逃脱 没想到游戏尺度这么大 开门要是藏在肚子里面 水箱的水可以将人淹没 这真的只是个游戏吗 故事还要从一次旅程说起 网红歌入行已有十年 靠着各种花式玩法 在网上赚足了人气 为了拍出更有趣的视频 带着朋友去毛自国取材 朋友胡子哥在那儿有个网友 据说是人傻钱多的富二代 极力推荐他们去玩一个 定制版密室逃脱 还保证一定惊喜满满 网红歌觉得这事有戏 特地来了波直播预告 刚下班机 胡子哥就遇上麻烦 富二代及时赶到 轻松替他解围 富二代排面十足 带的是私人司机 玩的是模特辣妹 看上去颇有势力 酒店下他之后 带几人过来泡吧 网红歌玩得正嗨 女友却被光头老盯上 网红歌上去出头 却被光头老掐住脖子 富二代在旁边亮出刺刀 不料光头老竟带着手枪 酒吧保安及时赶到 风波这才平息下来 光头老放下狠话 富二代惹上市了 女友被这事闹得糟心 网红歌沉迷直播 经常忽略他的处境 为了给女友赔罪 网红歌带他去过二人世界 两人身上没有卢布 只好问司机借了一些 来到餐馆吃饭 发现里面夹了张纸条 网红歌未加在意 将纸条放回了原位 酒足饭饱之后 司机送他们回城 网红歌归还钞票 司机却没有收下 富二代带几人来到密室 网红歌开启了他的直播 几个面罩男进入密室 带几人进入角色 网红歌扮演的是拯救者 他被带进一间密室 桌上躺着一具尸体 地上堆着衣服和鞋子 网红歌翻了翻衣服 没有发现线索 尸体上滑了一个石子 旁边摆着解剖工具 钥匙应该就藏在里面 网红歌抛开肚子 果然在里头发现钥匙 成功打开牢门后 时间还剩49分钟 胡子歌和靖矿歌被关在一起 胡子歌被装进一口铁关 棺材板上长有铁钉 靖矿歌被绑在柱上 双臂被锁链吊起 下方齿轮正在运转 威胁着两人的生命 隔壁有一间敞开的牢房 还有一个转动的齿轮 解谜方法应该是 将齿轮放到正确位置 网红歌将齿轮一块块安到墙上 隔壁情况却在不断恶化 铁钉向胡子歌不断靠近 靖矿歌手臂被不断撕裂 眼看就要戳到眼珠 网红歌终于完成拼图 将机器停了下来 此时时间还剩30分钟 三人来到爆炸妹这边 发现她被绑在椅子上 对面有一口迷宫颈 解谜方法应该是 将棋子移出迷宫 网红歌移动棋子 发现这会触发电流 将爆炸妹电得很惨 胡子歌接过棋子 顶着压力走出迷宫 总算将牢门打开 女友那边同样面临险境 她被关进一个水箱 上面不停有水喷下 外头还隔着一道牢门 牢房对面放着两个两桶 一个三升 一个五升 墙上写着四升 解谜方法应该是 用两个两桶装出四升水 靖矿歌一阵操作 猛如虎成功对出四升水 打开了对面牢门 水箱的水正在飞速上涨 几人却解不开最后一道谜语 眼见女友就要淹死 网红歌搬来齿轮 猛砸水箱 水箱玻璃太过坚硬 只好来到箱子上面 撞开箱子螺丝钉 将女友救了出来 女友喝了不少水 不过小命总算保住 几人逃出密室 打算找富二代麻烦 谁知外头等着的 却是光头佬 模特辣妹正跪地求饶 却被光头佬一枪崩掉 几人也被光头佬绑架 送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基地头子是个刀疤脸 说是受雇绑架网红歌 要直播给他上行 解决网红歌钱 要先拿几位朋友释手 网红歌被带到隔壁牢房 收看直播真人秀 没多久功夫 显示器变亮了起来 第一个倒霉的是爆炸妹 刀疤脸刺瞎爆炸妹眼睛 接着送她领了盒饭 网红歌惊恐万分 拼命砸开手上锁链 口袋里还留着司机给的小卡片 看来是某种密码 网红歌移来闯板 从上面通风管道逃走 路上经过刑房 看到第二个倒霉胡子哥 刀疤脸锯断胡子哥手臂 接着送她领了盒饭 网红歌看得心惊肉跳 不想竟被刀疤脸发现 派出小弟过来抓他 网红歌急忙逃出管道 用铁棒引开小弟注意 逃到基地大门这 大门上安有密码锁 网红歌想起司机给的卡片 上面的数字果然是大门密码 网红歌逃出基地 发现司机竟在这里等着 司机没有时间解释 只好交给网红歌车钥匙 让他逃离基地 然而女友还在里头 网红歌不愿独自开溜 豁出性命进基地救人 没走多远就发现 静矿歌牢房 打开牢房大门 将他从里面救出 避开巡逻的面罩男 逃进一间库房里头 从库房上方逃到走廊 寻找逃生通道 不料面罩男突然出现 拿枪朝两人迅速冲来 静矿歌将网红歌推开 自己和面罩男一起跌下电梯口 网红歌捡起地上手枪 继续寻找女友踪影 没想到却发现 富二代和光头老是一伙人 司机也惨遭毒手 网红歌赶到刑防 女友正被刀疤脸劫持 头皮也被削掉一块 直播仍然在持续 弹幕被刷得飞起 网红歌正欲投降 女友却一头撞伤刀疤脸 网红歌趁机射出一枪 却没能命中刀疤脸要害 刀疤脸持枪上前 从女友领了盒饭 网红歌精神崩溃 被面罩男扔进隔壁房间 拿木板卡住主房间大门 再次从窗子逃出 富二代举着手机在那等着 网红歌疯子般冲上去 活活将富二代揍死 四周的灯光开始亮起 个儿批的朋友从灯光中走来 原来所有一切都是朋友设计的直播秀 地上躺着富二代尸体 直播效果却出奇的好 这年头谁敢说 这不是一场秀 这个故事来自影片 极限网红 可以说是相当的魔幻 网红歌以为自己是作秀人 没想到却是被秀的对象 观众看着尸体疯狂点赞 这个时代他没有真相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橘子 我们下期再见